大家看看这个吊炉顾下看着很简单哈我学了好几天了没学会 今天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哈到底怎么掉啊 就是先挖出来之后把这个桌签子插在里边 桌签子插里边哪个洞啊它洞就有啊 最好掉的方式是什么 它是它洞啊它能跟它往外揣它就瞎 不让东西进行然后往外顶那个签子是最好的 那种的最好往外掉的啊 就是用这个毛笔斗斗它斗到洞口然后一把把它抠上来 就是我现在是眼和脑子都会了 就是就差最后一步了这个最后一步吧 它有时候牵着就特别疼 所以我有点害怕 这个但是这个原理我是弄明白了 就是用这个毛笔斗斗到洞口之后哈 这毛笔上的毛毛不是很多吗 就连那个毛毛一块 它不是夹着那毛毛吗按住它 它就钱的积累就小了 得看看哈 看它往外顶了哈往外逗它 然后练那个毛毛一块按住它 哎这就上来了 原理原理很简单原理咱也懂了 就是我问这师傅说 我说这师傅这个这个前人 就是现在看这偶尔被钱一下子 我说那个签得厉害吧 他说多的时候哈 就是福田里对签得比较厉害 然后手指都都被签了很 签破了 看没有 看着很简单 其实 有那么一丢丢丢技术含量啊 有那么一丢丢技术含量啊 我就最后一步一直不敢下手 还有就是一定要有点水 有点水的时候最好往上掉 没有水不行 还有就是晴天的白天不好掉 晚上好掉 我估计应该就跟那个什么是皮皮虾一样 皮皮虾也怕晒 所以他白天少晚上多 还有就是晚上超水大 这个没转上来 现在水涨上来了 他们不是看 他们是凭感觉 上来了 大家看看能多少 十几斤 看看他们在水里掉 给你们看不清 就凭感觉就上来了 就是我问这时候的 没有水反而不好掉 这个东西跟撑子一样 也是到掌潮时候就往外出 我估计他们掌完潮时候也出来游泳 因为有时候在海边能捡着了 这我要是这么摸的话就毁了 给我钱毁了